哈喽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选中我家新出的这个京都的腮红 那上一支视频就已经分享过它的开箱 那今天就是整个上脸的试色分享 那我现在整个脸的妆容都是使用这个盘来完成的 那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这个视频 我们开始吧 好那现在我脸上是只画了粉底 还有就是口红 因为这样气色会好一些 那那个我会使用这个散粉来定妆 那我用的刷子是这个白凤唐家的B116 它是比较扁的而且是比较小的刷头 所以我就觉得比较好用 给大家近点看好了 就是它涂完的感觉 那右半边脸下已经涂好散粉了 那这边是没有的 所以可以看到出来它其实没有遮盖住你皮肤的光泽度 那我们现在试验一下它那个沾黏的程度 我拿一张纸巾 往脸上这样忽 可以看到吧 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黄黄的那种粉底 张粘在纸巾上 代表它就是有很好的定妆 我觉得还不错耶 就是很轻薄的一个那个定妆粉 喜欢喜欢 把另一边给涂上 好 这样两边就定妆好了 对 感觉就是非常的清透 没有遮住你皮肤的原来的那种光泽 还有就是不黏 就没有那种黏腻感 可能也是因为跟你涂的量也有关系吧 然后但是它涂多 它也不会就是感觉脸透不过气 它是那种感觉脸可以呼吸的那种感觉 对 好 我现在把就是眉毛啊 然后鼻影还有就是阴影 就是修容啦 都打好了 那现在我就会上腮红 我会使用它们家自配的刷子 因为不用也好奇怪 所以就用一下 那用的话就是张这一个 就是它是扁平的 所以它可以直接这样子 你可以看到吗 就是侧面这样看 是可以直接这样一条取粉的 不用担心就是很难取粉的问题 樱花的 这个部分 然后我会上在大概是这里吧 眼像 哇 它这个上色度也太好了吧 等一下等一下 我要两边了 它这个上色度 好诡异哦现在 等一下 它这个上色度太好了 我要怎么办 我要再拿一个刷子还是怎么的 用手吧 用手吧 把它 晕开一下 这颜色好好看哦 它是那种 橘色吧 橘红色 然后带着一点亮片 其实不用扎它上面亮片 它本身腮红就有带亮片那种 其实我觉得腮红还挺重要 就是有没有好的气色 就跟腮红就是密不可少 就是要连接的 好 还剩一些我涂在这个鼻子中间 哎呀 这太红了吧 等一下 等一下 镜头看可能还好 但是现实其实还挺红的 我觉得就是上色度真的很好 就刚才我其实只粘了一点点 然后它就可以整个脸就这一块全都用上了 对 那现在就是张高官 这样子 先打梯子部位吧 它的高官就很自然了 就不是那种刚才那样子 那么显色 可以看到吗 就是有一点膨起来 其实它们家自配这刷子很好用 我觉得比刚才我自己用那个小布隆东的刷子 好用多了 以后就用它们家自配的来上这个 这个这样的话带出门也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就是 它是非常非常好取的 好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光泽 是不是说特别特别明显的那种 但是 是有 嗯 现实看来是有存在感的高官 但是又不是那种 就是存在感特别重的你知道吧 就是好像这里就是整个都是亮到不行的 倒是没有 就非常自然的那一种 我特别喜欢这种 上次开箱也跟大家讲过了 如果你很介意这个 那你就不要入手 如果你不介意 或者跟我一样喜欢这种 比较自然的光泽感的 那就入手这一盘 我觉得真的很不错 好那既然这样 我就试试看用这个腮红色 来涂一下眼影怎么样 对 因为最近不是很流行 这种橘红色的眼影吗 哇这个单眼影完全没问题 就是那种橘红的 可以看一下吗 好漂亮哦 它单眼影还比较美 我涂在另一边上 我真的得说 它这个腮红显色度也太好了吧 涂一点点就可以就是眼影 而且不会掉耶 就超 超好看的咧 然后我现在把睫毛和眼线给画上 再跟大家聊 那我整个妆容就完成了 其实这整个妆容 其实差不多都是用这个盘来完成的 我觉得它这个腮红 真的显色度太太太好了 如果大家有喜欢这个颜色的话 就可以去入手这个 然后他们这一盘自配的刷子 真的很好用 就不用像我刚才 就是取散粉的时候 用那个自己的刷子 其实用他们家的刷子 就完全OK的 因为我怕他们家刷子不好用 结果没想用起来是更好用 所以我觉得 他们这一盘设计的非常非常好 那今天这个分享就到这了 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底下跟我留言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吧 拜拜